按照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工作安排 3月31号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一督导组进入辽宁省 并召开见面沟通会 中央督导组组长耿惠昌 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 关于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重大决策部署精神 通报了督导任务和安排 省委书记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张国清做了讲话 中央督导组副组长邓卫平出席会议 耿惠昌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地方各级党委承担本地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主体责任 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 各级党委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 把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首要任务 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谋全局抓大事 组织领导统筹推进教育整顿工作 领导小组要协调解决教育整顿中遇到的重大事项和问题 确保党中央部署要求落地落实 耿惠昌要求 凝聚各方合力 做好督导工作 做好教育整顿工作 是督导组和被督导地区的共同政治责任 督导组和辽宁省要强化协调配合 确保督导工作整体联动 形成合力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自觉接受督导 认真做好督导整改等相关工作 与督导组共同完成党中央交办的教育整顿督导任务 张国卿表示 这次中央督导组到辽宁开展督导 是对我省政法队伍建设的一次全面检查 也是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 辽宁省委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扎实做好教育整顿各项工作 持续推进法治环境建设 我们将真心实意接受中央督导组督导 实事求是报告工作 客观真实反映情况 对中央督导组指出的问题 做到极之极改 例行例改 我们将切实加强党的领导 坚决扛起主体责任 发扬斗争精神 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教育整顿 着力抓好查究整改 坚决清除害军之马 大力整治完障顾及 勿求取得实效 打造政法铁军 中央督导组成员 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 小组成员出席会议 本台报道